上一部影片 我們提到了佛羅里亞海岸 我們用了幾個短片 終於把這個拍成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就要釣魚 我們剛才用了釣魚 我們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我剛才釣的佛羅里亞海岸 就是剛才釣的巨金鎮魚 在這裡幫一些人 剛才看影片的人 就跟他們說一下 這種巨金鎮魚 他們會帶有法律元素的人類 或者會攻擊帶有法律元素的人類 或者隊長 剛才說錯了 不好意思 這種魚 會把這樣特徵的人 或者對象 誤以為他的臉 好 我們回到金特斯韋爾湖 好 我們首先這個 不釣了 剛才釣了 美洲萬黎 好 這個白莓羅 我不太喜歡釣了 我就選一些我喜歡釣的出來 比較喜歡釣的是這個 美洲萬黎 這是一條鰻魚的 它會用它發達的臭角去聞些食物 那 那 鰻魚 它就是 會一半時間在海一半時間在河 好 那就 快點來釣魚一下我吧 也不錯 這個 這個是我 好像是 肌肉的魚 好 這個比較喜歡釣的 這個就是 白鰻魚 好 對了 那就 儘量不要超出這個架 如果沒有看過上幾部影片的人 都可以去看一下我上幾部影片 各位 斑點鰻魚 好 沒有白鰻 那我 不釣了 好 這個 都沒有東西可以釣的 鰻魚 都是我比較喜歡的 鰻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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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應該是比較好的 鰻魚 鰻魚 它可以發出聲音去驅走那些略食者 對味道和聲音非常敏銳 好 剛剛那個斑點鰻魚 我找一下 它那個特徵就是 有時候會被不認為大嘴黑鰻 有跟大嘴黑鰻相似的顏色 但嘴巴相對比較小 大嘴黑鰻是這種 好 剛剛那種白鰻 它就是會 爬到它的出生地 可以毫無問題的嗎 找到 回到大海的方向 好 這部影片就到此月筆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